我本來在正式服錄了一部安格列打野 結果錄完的時候 電腦就像當機了 我之後再花時間去錄一部吧 I'm flash by and I woke up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on Cos I know rise or the light is gone from me and you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又哥 I'm Yuga 這場是在正式服的安格列實戰解說 沒錯 安格列終於出了喔 他只要買聖典然後破到20級 就可以擁有安德烈這是最新的T0狗角 那為什麼是T0狗角勒 你們看那個開頭精華有多扯 他是史上不死時間最久的一位英雄 他的大招最多可以跌到5秒 如果你再出一把死神殿刀 就可以變成6秒 那我們就先介紹一下他的技能組 那我們就先簡短的介紹一下他的被動 被動呢就是疊了4次傷害之後 就會獲得一個護盾 並且對那個目標 造成額外的傷害 這可以讓你在前期兌現的時候 非常無腦的換血 再加上我們的魔紋會附帶 就是佩戴那個攻擊3下 就會爆炸那個魔紋 我覺得比較適合 很多人都會推薦說要就是 疊到10層那個魔紋 感覺會比較好 我跟你講前期兌現喔 你要對 同一個英雄疊到10層 是有點困難的 可是如果你要打到3下的話 那個肯定效果 我自己認為會比較好啦 那再來就是他的一技能 一技能就是360度的一個傷害值 二技能呢 就是有點像是呂布的二技能 往前一個傷害 並且如果你命中 英雄啊 野怪啊 兵線都會進行一次的標記 如果標記到的話 有命中的話 就可以使用 第二段的二技能 那第二段二技能就是會馬上 貼到那位英雄的身邊 身旁就對了啦 所以這點也是 蠻重點的 那如果 二技能標記到該目標的話 搭配一技能使用 那一技能的傷害會 額外提高 40%的傷害喔 而且還會多一個 一秒的暈眩 所以最好的方式當然就是 先用二技能標記 目標 然後一技能 360度的傷害 並且會暈眩一秒而且傷害提高40% 這是最理想的狀態啦 如果有時候我們在打後排的時候 最可能 最理想的時候 不可能嘛 那你當然要用二技能直接貼上去囉 安格列開啟大招之後 會立刻減出所有的控制 並且進入衝鋒狀態 就是會直接上一匹馬 那你的一二技能都不能夠使用 你只能使用普攻 而且你的普攻呢 會直接變成360度的普攻 而且會附帶額外的傷害 這一點是蠻重點的 重點在於說 他 有第二段的大招可以使用 第二段呢 就是一個下馬 下馬呢大概會有個 大概0.5到1秒的時間 你要完全下馬 就會 立刻獲得一個 3.5秒的免死 那這3.5秒呢 我跟你講 很重點 3.5秒如果你在上馬的時候 沒普攻一下 沒普攻到目標一下的話 會增加0.5秒的免死狀態 最多就是三層 所以三層就是1.5秒 1.5秒加3.5秒 就是 你大招 最多可以讓你 5秒的 不死時間 重點是 5秒之後 你還要獲得 就是立刻恢復 25%的 生命值 我覺得這個 有點誇張啊 你就問我說 這隻英雄 值不值得購買 我跟你講 非常值得 何況是他放在 聖典 欸聖典 他不是60幾喔 是20幾喔 有點浮誇誇張了喔 那他的技能組 其實我就不想介紹太多啦 你們大家應該在訓練場 都可以直接看到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簡單的講解一下 我整個的一個 接技流程 安格列 核心重點 就是他的 二技能 二技能 放出去 或是第二段 造成目標 死亡的話 都可以立刻刷新 二技能的冷卻時間 那二技能呢 也是可以讓你去貼到 後排的一個技能 然後這邊貼到菲尼克之後 直接馬上貼到身旁 開個大招 直接無腦的普攻 那下馬的時候 還會有這個 無敵的時間 重點是 無敵過後 你還會立刻恢復 25%的生命值 他可以讓你 在前期 中期 後期 無腦的 塔殺 這個就是 非常重要的 那安格列我剛剛講到 如果二技能標記到目標 搭配一技能使用 會 額外有 提高4%傷害 而且還會有一秒的 暈眩時間 所以這一點也是 可能也是蠻重要的啦 因為有一秒的暈眩喔 那其他技能的話就沒有暈眩 如果你要暈到目標的話 那最好方式就是 二技能標記到 再搭配一技能使用 那如果你是打這種 菲尼克後排的話 那我比較建議的就是 二技能 標記到之後 就直接順到他旁邊吧 再開一技能上馬之後 就看你要怎麼去使用搭配 就是看 你臨時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對 那我這場出裝 跟大家 我跟你講 真的都不太一樣 很多人都是屬於一個 全攻擊的裝備 那我的安格列是 推薦 暴擊流喔 你看我這邊上馬之後 我們只能使用普攻嘛 所以普攻 他的暴擊 就是額外的更加重要 而且安格列 我們在用二技能 跟一技能完之後 我們也只能夠使用普攻 所以普攻 多了攻速跟暴擊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比你出全攻擊裝備 會來得更好 因為我覺得安格列 他有 大部分有六七成左右的狀態 都是要依賴他的普攻 去打出他的傷害 像我剛才打出了四連殺 最主要就是 我上馬之後 或是下馬之後 我的普攻 都有暴擊 對吧 暴擊的傷害 因為我出了聖劍 所以暴擊傷害 是1.5倍啊 那這邊再抓一下 這隻菲尼克喔 我的暴擊傷害 真的就是 這麼的痛 所以為什麼我推薦 我的出裝會 搭配聖劍加上雙刀 我的原因就在這邊囉 就是有攻速 又有暴擊率 甚至說我的整個普攻傷害 會提高 另外一層檔子 所以現在呢 我覺得 裝備雖然沒有一定啦 但是這個 就是我用起來 比較順的裝備 因為我自己在 測試的時候 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出全攻擊裝備 我在真正的大後期 那個普攻 上馬之後的普攻傷害 只是沒有想像中那麼的高 或是我一二技能 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可是如果當我出 聖劍加上雙刀之後 那個上馬的普攻 或是我在下馬之後的普攻 那個傷害 就會變得非常誇張 甚至說你再貼到後排 哇那個普攻下去 根本就是不得了的傷害啦 就是暴擊的 我就推薦給大家囉 那我這邊貼到菲尼克 就是這麼誇張 而且暴擊呀 我上馬之後 我 等一下我會測試 就是我上馬之後 暴擊好像可以到3300吧 我那時候正在吃 聖月魔龍的時候 那這邊就是我太慢下馬囉 下馬的時候要那個特效 完全的下馬 才會獲得 免死 對然後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講一個 要說官方沒有寫到的數據 我覺得 我現在還知道 我試過一次之後 跟你講有看這部影片的有福啦 那這邊因為看到悟空切進去的喔 所以我就跟著貼進去 那透過一個 3.5秒的不死 最後 我只有成功好像帶走一兩隻吧 那在中路呢 我們有一個 天空巨龍喔 剩下勇 VS 菲尼克 那菲尼克回到溫泉裡面去 稍微補個血 我就說進攻敵方基地 我一直很期待 莉莉安會過來喔 那菲尼克只有補了一點點血 結果就把我們家的七八成血量的勇給殺了 這時候主堡還有兵線 可是莉莉安好像沒有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不來打主堡 哇 剛剛莉莉安如果來打主堡 這場遊戲真的早就結束了 不會打到這麼後面 那莉莉安這個抓 沒有成功弄掉主堡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家的 斯科德 哎呀 他被那個 孟孟給擋住了 他被孟孟大奧給擋住了 這時候的我 我就想說 要來偷他 好 這就是官方沒有寫到的數據 上馬之後 只能普攻對吧 這個普攻呢 不能對防禦塔 造成任何的傷害 我很傻眼 我在這邊普攻了兩番下 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下馬之後 我想說 直接心都涼了 超過一半 上馬之後普攻 為什麼不能 對那個防禦塔造成傷害 我現在有一點傻眼 所以我這時候看了一下 他的技能說明 我看到了 他說普攻只能對原型的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 他沒有寫到建築物 所以這一點就是 如果今天你有看到這部影片的話 真的是官方沒有寫到的數據 他是不能對 建築物造成傷害的喔 所以大家不要傻傻的 上馬之後在那邊 普攻想要扛那個 防禦塔啊 或者是主堡了喔 那現在呢 剛剛我在吃的 深淵魔龍失掉了 比較快轉啦 那突然看到了 菲尼克正在吃凱撒 我們稍微等待一下隊友 因為這個凱撒還有點血量 OK 進場 垂一下 哇 司客這個傷害 也是非常誇張喔 那看到對面的 莫托斯 好的 那基本上中路這一波 是差不多了喔 其實剛剛 莉莉安如果有 直接打主堡招 就結束了 不會拖這麼久 然後這邊直接上馬之後 再下馬 我剛剛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 我觸發了我的黑暗之刺 我才下馬 不然那個 無敵時間就浪費了喔 那最後呢 悟空直接敲爆主堡 結束了這一場 那 這一場就是 安格列的實戰結束啦 最主要呢 這隻英雄 歐不歐皮 非常的歐皮 他這個不死時間 真的有點誇張了喔 他可以無腦的塔殺 甚至說他在 一個他很有錢的時候 在前期可以直接殺爆你 這場比較可惜的是 我上一場用安格列打野 因為比較多人拿他走凱撒路 他想說錄一把 錄一把這個打野 沒想到錄完之後 電腦上機 好啦 那這一場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掰掰